香道花十三县明义七阶路段 去年七月开始动工改善 在乡公所与代表会积极监督下 十二月份如期完工 而乡长游淑珍会同多位代表和村长到现场会刊 除了针对细项进行检测 也期许新完成的道路能确保民众行车安全 并兼顾舒适用路品质 香道花十三县明义七阶路段 从去年七月开始动工改善 在乡公所和代表会的积极监督之下 在十二月份如期完工 乡长游淑珍在会同多位的乡民代表 还有村长到现场会刊 除了针对细项进行检测 也期许新完成的道路能够确保民众行车安全 也兼顾舒适的用路品质 针对花十三县明义七阶整个交通路网的安全 以及生活的便捷友善的环境建制 从返环境到标志牌 一直到我们的人行步道 还有部落的图腾 以及无障碍的设施 跟整个我们的所有的路面的铺层 一并的全部完善 而且在我们的公企里面提早完工 还给我们乡亲一个适性居住的安全生活网 我相信这是捷安相公所一定要做好的铺层建设 也谢谢乡亲代表会跟村长的协力 让我们共构在地方完整圆满建设的一个友善跟安全路网 我们相信在其中有的部落的期待 有的乡亲的建议 我们收纳了所有的一个适性生活的一个意见 来完成一个最圆满的建设 在这里捷安愿意全力以赴 一起加油 全长1460公尺的改善路段 进行包括人行道更新 路面沥青重铺 路口反光镜 标示改善 还有排水勾盖更换等 每一段道路还配合部落特色 增添了许多原住民的图腾元素 提升视觉美观也兼顾用路人安全 乡长游竹生表示 新的一年会持续争取建设经费 来改善吉安的交通网 提供民众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 介络会吉安相报导